那個是市政府答應的 所以那個三個地方綠化 還是要到這裡去 不是說每個人都要停車場 因為停車場就算是廣市 全部都變成停車場 但還是不夠 對 我是不是 你有不同的問題 那個要綠化的人 要綠地的人走兩步路 前面公園一大片 去那邊綠化 看你要怎麼躺在那邊來幹嘛的都可以 所以我非常贊同這一位 朋友來講的 要就趕快把它一次解決掉 全部進空 我現在要請教的是說 這個 我們這一次這個綠化局表現非常好 這是六月二號開了會以後 今天就來提出這麼很具體的企劃 到現在不夠一個月 非常快 對 六月二號到先 六月二號開會的時候才第一次聽到說 那個六棟要保留一棟 我要請教究竟是哪一個人提出來的 你可不可以出來解釋一下 如果那一棟 那一棟是叫做文化資產 是古蹟 那我告訴你 那個不夠五十六年五十七年的房子 那旁邊這邊多少房子 六十年甚至有七十年的房子 那以後這六十年七十年的房子 也被當成古蹟 你就不要動了 所以我是覺得 那個東西已經 你如果你說要保留 你當初七八年前開始在要改建的時候 就應該規劃 何況現在大家看那裡面什麼東西啊 裡面連木頭也拆光了 那個窗架也拆光了 所有金屬全部拆光了 那一棟只剩下磚頭 跟一些廢阿門陀佛的那樣 那這個保留幹什麼我不知道 你真的保留以後還要去 把它維護那個花的錢 比蓋那一棟還貴 至於說那個裡面的歷史資料啊 那原來上次六十二在報告的時候 在那個新建的那個大樓裡面 就已經有了 有規劃一個房子 所以要一間房間 要把這些資料 那個 就是 因為現在也只能用那個 影像記憶的方式來播放啊 不然裡面有什麼東西你給我講啊 只剩下長時間 裡面除了老鼠以外 還有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要拆一次解決 不要在那邊 那你說要綠地了 那前面一大堆綠地啦 我看我們前面這個公園綠地 一天也沒幾個人在那邊 真正要愛綠地 那如果你真的要更多的 你就上四壽山去啦 對不對 不要在那邊說 在那邊妨礙了 謝謝 那是不是請原來有規 哪一個人提議說 要保留那一棟的資訊 今天有來說明一下 好不好 還有沒有要先說明 因為我待會一起回答 因為其實大家 在吵 不是大家在吵 大家的意見其實是 停車位跟綠化 現在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那我待會會普通說明 包括為什麼 我們要留這件事情 我待會會一起說明 那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 是 我有一間 是 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已經很久沒有 沒有 外面有人要聽 外面有人要聽 不好意思 這個福德平財 這個六棟 從以前在住的時候 就是那個 人幾人 那人多 人多 然後這個 我們也知道 這以前的設施也不是很好 所以 沒不了 也有這個 老鼠啊 蟑螂啊 這一堆啦 我們想說 以後在拆除之前 可不是可以比照 然後說是 像那個火菜市場一樣 把這個害蟲啊 先來一個蠢蟲 驅蟲 不然 你這麼一猜 那些抱頭鼠竄 附近的鄰居 倒大煤啊 對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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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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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一位先生說 什麼利地 你都可以到山上去 我是住在八十項旁邊的 那我們是希望那一排利地還要保留 三次會員也是說要保留嘛 對 齁 不要說 把你的利益建立 把你的好處建立在我們這壞處上面 我反對 那個利地採除 那個會除 呃 什麼話啊 大家心平氣和 齁 我先說明一下 我先 里長是主人 所以我先回答 里長這件事情 其實 當初其實 這個案子其實開破文資會 當初是要求要保留六棟 然後那個會議我在場 然後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提案的 很抱歉 我不知道那個提案的人是誰 我不知道你們在現場 可是提案的人 在文資委員會上面提出來的資料 他把這個建築物的 建築師的歷史背景 講得非常的詳細 他認為在這個時期 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有保存的價值 所以那一天 光這個案子 在文資委會討論的時候 就討論了一個多小時 就是為了要保存 因為我有在場 其實我那時候有表達發展局的意見 發展局的意見 其實 認為是說 可能 認為是說 這個東西其實 他是可以用利件的方式去保留 利件的方式去保存 他不見得要實體的保留 可是在討論的過程中 其實我也有些堅持 所以後來其實在某種程度下面 這個案子 雖然沒有被指定成古蹟或者是利件 可是他要求發展局在規劃的時候 必須要做適當的保留 是在這樣子的共識下面 他沒有被指定成古蹟或利件 所以發展局為了回應文資委會的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在整體的規劃裡面 我們把這一棟做保留 可是各位不要緊張 我們做保留是做整體規劃的保留 我們在這裡面 以後不是讓他閒置在那個地方 我們會做整體的規劃 包括這個開放空間 那我們會把這個建築物做一個再利用 會在我們這整個開放案裡面 重新再做一個處理 那這一方面是我們對這個文化局的文資委會的承諾 一方面我們也覺得說 這樣的保留的方式可能 因為剛剛也有人可能不在這裡 他持反對的態度 現在的市政府跟發展局 其實要滿足各位的要求跟意見 我們會盡量的滿足 可是不可能每一個人的意見就滿足 就像剛剛大家談的這件事情 這個一半有人要做停車 有人要做這個綠化 所以我們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規劃出來 這個是我們在考量的 這是我們考慮的重點 就是我要平衡大家的意見 這個方案可能大家都不太能滿意 可是基本上 府裡面 就是上次六月二號局長來談的時候 局長很努力的在想這件事情 最後才我們決定是這樣子的一個方案 當然各位今天都有正反意見的表達 其實又把問題丟回給防漢群 因為其實我回去也不知道怎麼談 說我隨便講 是不是這邊要多停這位 可是這個又有人反對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大家 我先發展局先在這邊解釋到這邊 那我覺得都可以討論 那這個待會還是請大家永遠表達意見 那我們待會再看里長 我們看有沒有個共識 如果沒有共識的話 當然最後決定還是讓發展局來做處理 那個我們一定會負責任到底 那至於剛剛有位太太剛剛講那個 沒有錯那個 環南市場其實那個時候 拆房子的時候很多老鼠的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會回去研究 這部分是不是在之前的部分 要比照那個要先除蟲啊 要除這個老鼠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回去再做考量 那剛剛其實有提到 其實今天是建築師 把這個大概的方案跟各位說明 騎乘跟各位說 後續我那個廠商來的時候 我們會把你們今天的問題 包括他整個施工的步驟 我們會下次會再一起回應 所以我們會把這部分再納入考慮 好吧 我現在簡單的回應 那個老鼠的不能納入考慮 是已經要做 這是一定 那不是納入考慮 要抱歉 這是必要 你要把施工規範寫進去 所以我會把下次這個清除的這個方式 會再跟各位做說明 好不好 那是不是還有什麼意見 是不是可以再提出 是 第一 如果大家對停車位 那我很care 我很關心停車位 所以就折中的辦法 你這叫做A計畫 來個B計畫 C計畫 三套大家來看一看 我倒認為說是綠化的 跟要停車位的 我們找一個均衡點 那就是不是100個 那可能可以考慮一點 因為老實說 這個綠化是現在做 我不知道捷運 將來的規劃 我聽過捷運好幾次做說明會 這裡就是一個大公園 這裡已經是 將來也是公園 或者是 什麼民眾 什麼社會福利的建築物之類的 所以它只是短時間內的綠化的用途 目前就已經綠化了 我們那邊一大堆草民啊 都簡易綠化 所以簡易綠化沒關係 我說已經有很多綠化 就除了你這個區域以外 我們已經有很大片還是綠化的 目前還是綠化 只是沒有開放圍離圍起來 讓這位先生沒有辦法進去 我們這一里 我們里長把我們規劃很好 在派出所後面 把它規劃成 欸可以 那把大道路 如果這些 在那一塊 你把 把那個鐵籃竿 全在那個鐵的圍離拿掉 它也可以進來 就有 就這一邊靠近福德街的這一塊 這邊 停在這邊 綠化 走兩步就會到達 派出所後面這一大塊綠化 都可以保留的 只是找一個均衡點 我不認為你中間那幾個花台 那就會很綠化很美觀 你的身心就很快樂 我把中間那整個花台那一排下來 我又多了兩百的社會 加起來我三百的 那以量支架的定義 我就不再是那種 對不對 你收費你這樣可以達到你們的 你們的預算的 該收的那個收入嘛 所以我強烈建議是 綠化可以 你可以把那三大塊弄起來 中間那些花台 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那個 完全不必考慮 那個是停車會最佳的地方 不要留那個 綠化該留的還要留 中間這要做什麼 不知道還要小喬流水 那個沒有 我們不需要小喬流水 你就把夢成停車場 我是 我絕對 用個B計畫下次再 因為你們在中秋節要完工 已經很急迫了 所以你趕快出一個B計畫 再做一次收入會 然後我們大家 我們用表決方式 我都會贊成啊 我跟各位報告 你們也知道我很急 我接下來 這個東西 我坦白講 我方案局希望 在今天就能夠決定 因為我現在是在提方案之後 我坦白講 我坦白講 那我現在 現在各位也希望 這個工程趕快進行 對不起我把它講完 抱歉 這個工程要趕快進行 所以我們今天 我真的很希望 在今天有一個結果 不管是他的結果 是說 這個右邊關掉 假設這邊 然後做停車 大家有共同 我希望在這邊 待會可以聚焦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 我要回應這位先生 其實這裡面 有各位很重視的數群 沒錯吧 我沒錯吧 這裡面有一些數群 所以我們拆的時候 我坦白講 這些數群 我們有一些其實 拆的時候都要保留 他也不可能完全 拆成是停車位 所以我要表達的是 發展局 在這樣子很多的因素考量下面 這是我們提出來 認為最好的方案 可以滿足各位 這是我要表達的立場 那各位可以提出來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現在 假設您提出來一個方案 是說 這邊再多一個 假設這邊5050 我們簡單算數一下 不要太好 這邊叫100嗎 5050 那這邊再多一個 這塊把它做停車位好不好 大家就看你好不好 這邊都給50台 那這樣子大家滿不滿意 在這邊把它處理完 不要再拖到下一次 下次來 我就是告訴你們 我要怎麼施工 因為我還不急 因為你的數群 我沒有考慮到抱歉 所以你現在可以把這個100的 對面的也100的 那200就Double以後 大家都平起 中間數群 因為那是沒有數群 所以你很好處理 中間有數群的 第一個就是讓我們在行車場的兩邊 可以讓該要有預地的人 然後上面那兩塊 也就把它 把它擴充 讓那邊住住戶 那邊也有住戶嘛 這邊也有住戶嘛 所以兩邊住戶他們均衡 你現在對於那個對面的住戶 有點不太公平 你把它當成 如果我是住那對面 我會很神奇 因為我連千個車道走那麼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因為超過300公斤 就沒有什麼優惠 他們也不公平 所以為了均衡 我們稱為均衡 你把對面那兩塊也 也弄在一起 大家愉快嘛 是不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300公斤 我只說 對面弄起來 對面那邊的人 也很公平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 我建議 四百 這一邊的100 對面也100 然後中間就是 綠地 對對對 最後一塊也是綠地 也可以啊 我不反對啊 也是綠地 或者是對角線 這兩個 反正上面那三個弄兩個 那意思就是說 給我兩百個 兩百個 對 還有其他的意見嗎 我再講一下 那個 後面你有講的先來 好不好 這樣公平嘛 大家